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大家到达到华山论世视 今天又和我老友刘兰昌聊天 今天我们来说拜登 当然我们不是说拜登坐第十四项 在英女王国的座礼 被所有小国的英联邦的负责人坐在他前面 日本也坐在他前面 别人不同 别人是皇室 你不是的 这是一个小事 但是我们今天想说拜登 122223324再说一次 如果大陆对台湾是进行前所未有的攻击的话 美国是会保卫台湾 军事上再加上美国台湾政策方案 全部出来了 虽然是兜兜兜兜兜 又说我们不改 又或者对美国的政策没有改变 但这些全部是底下的国务院 白宫发言人 基本上那些就是 我们不是打架的 那些你不要相信那些 其实敌友分明 摆明可能是以视中国为敌 这些事情现在是非常明显 对不对 先说一下插曲 就是说现在 因为27号 就是安倍又一次国葬 又一个葬 现在日本岸田就说 哇 英女王的规模这么大 这么隆重 这么华丽 日本会怎样呢 会不会有人去呢 因为他会害怕这件事 我相信你没有人好像有英国那种 你喜不喜欢英国也好 但你一定看了他那个规模 别人是有文化 是有传统 即是你的兵 你的军人 穿了一些军服 即是真的骑了马 是真是 喂 大哥 你真是很漂亮的 全世界 做了没有别的地方 可以做到同样的东西 其实真的没有 有一个意识感 意识感是一流的 即是你看你都觉得 在大教堂那里 唱诗歌 其他一样东西 他全都拍了给你看 那你还想怎样呢 而且安倍那边 日本人是反对的多 要花16亿日元 大家说现在通胀这么厉害 大家这么穷 你又要花很多钱 再说拜登 加多一句 是不是因为这样 日本已经刚刚公布 已经解除了你可以去日本 让你这帮人 可以让日本去捧场 有得自由行 总之 这一次 现在看回中美关于台海的博弈 将来我想很多人 可以写很多很多书 或者是博士论文 你看今年以来 最前不久是佩洛西去台湾 最后去佩洛西去台湾 每次拜登就说协防 协防完美国国务院 又发言人又出来又解释 不是的 这些人是笨的 我觉得大家要看那样东西 你要相信最大的讲座 不要再说才算 这个不仅仅是这样东西 第二 你要看其他方面 大家记不记得 早大那几个月前 美国不断有消息传出来 美国总统拜登 准备放宽对华的关税 到今天 还有没有提 没有 现在反而说 封杀封杀封杀 好了 大家想 既然军事上 你说得清清楚楚 我会动手 第二 在商业上 我又是制裁制裁制裁 封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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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告诉我 你还怎样可以不相信 中美已经是踏入了一个 是敌非有敌位置 现在其实中美关系 已经是去到一个最低谷 最低谷 没有见到任何的国家 没有见到任何的国家 对呀 净身甲在美国 已经是一百岁了 没有什么力量 没有人理解他 然后 王毅庆说到 中美关系现在 处于非常非常不确定性 反而确定的事是 美国对中国不好 这是确定的 哪样不好 哪样不好 是确定的 现在看回台湾的政策法案 我觉得美国的政治是非常有趣的 它比中国方面灵活更好 它可以有国会 国会一把声 行政机关一把声 北京不可能说国务院一把声 但这个中国就好 它胜于你 你不需要打龙通 一个红面一个白面 现在大陆也有人说 政府方面 你可以很正确地进行 长远的战略 和很近的策略 都是很正确的 但是有些声 你可以给下面的人说 所以上次 佩洛西去台湾的时候 胡锡进就说 打下去 找一位战机去击他 击下去 台湾的政策法 是说得清清楚楚 其中就是指定 台湾是主要非北约盟友 什么是非北约盟友 是没有解释的 但是北约盟友 第二条就是说 如果是有一个北约国家 受攻击的话 其他都可以帮拖 可以帮拖打 当然 英国和福克兰 没有打到 没有人打到 理由是什么 因为他在南 他不是在北太西洋 他在南半球 大家不想打 当然有理由说出来 但是 今次如果是 最少美国会动手 日本会动手 日本会动手 我都不敢说 但是欧洲那些国家 会否会动手 但是这个时间 大家有多少呢 我自己猜 你最少都可能 有五年左右 理由是 我说五年 第一 你可能到十一月的时候 两院再选出来 当然共和党 如果执掌 两院 就代表拜登 更加低格格 但是他也未必想 做一个战时的总统 就被打了 等两年后 两年后 究竟是共和党 还是民主党 不知道 但是两个政党 都是反中 这个也没有解构 没有解构 没有解决 这个问题 现在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 大家都知道 如果你要来的话 一定是 日本那边过来 另外是新加坡那边 两边夹攻 就是希望制空 制海 中国呢 亦都摆了明 已经两边都封了你 OK 那什么时候打呢 我估计 就是有五年时间 大家都知道 你是敢攻的 你是敢攻的 我是敢守 我是敢守 那问题就是 中国可以准备这五年 准备充足 那行不行呢 这个就是大家看着 就摆到明打的了 是迟早的了 你说五年是相当重要的 2027年就是刚刚 中国军军建军一百周年 现在这个内地 就是中国共产党 有一个叫做百年建军的 宏伟的目标 是 就是到2027年 军军要达到全世界一流的 这个军事水平 现代化的军事能力 一百年的建军军法 到底具体是说 你的导弹要达到多少呢 你的军舰要达到多少呢 不要说 就是这个 我想一定是军事秘密 那不会说出来 但是呢 它的能力会要达到这个 那先说回政策法案 政策法案呢 其实在政治上呢 有两点原为法案 是要突破了一个中国政策的 一个呢 就是将 台湾驻 美国的经济办处 这个经济升格为台湾代表处 那台湾代表处 有 Software andバat 实际上 就是 上 enquanto中国将外交关系降低 就是从方家进行台湾代表处 总之Proxy 是يرةver 就是 我说过不了你红线吹吗 其实都搞完这些事情 在政治上我觉得这件事就是了你中国 不过也是是敌是友 如果那个是你敌人的话 摆到明是你敌人 是封杀你 这一样封杀你那样封杀你 是不是要跟他立即抹脸呢 不是 等多五年 另外那个主要的北右盟友 这一点都是将那个口气是降低了的 最后美国方面很多人说 希望在这个国会的会期里面 就通过了他 但是因为现在 现在是参与过境了 最后还要发拜登要签词才能落实 大家还有过程 我就觉得拜登这个又是作为他的一张牌 在拜登的白宫顾问 沙利文 沙利文就是一直在希望降调的 他在这个法案通过之前 他就劝了国会 你有些条文不行的 到时我们政府方面就很难做 就是说我们很难说 就是改改了 你说到现在最主要的五年之内 这个法案其实除了政治方面 在军事上给了美军很多的自由度 包括去台湾 去集份 集份台湾的军队 卖军货 四十五亿美元 还有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说 美国将军事换助台湾 是否不卖的那些是送的呢 这个大家有值得 我觉得起码他现在放出一个讯号 就是说你台湾的军火 你不用留的 但我美国一定是最好的东西都会给你 就算没有钱我都会给你 我是借住给你 但是我一定要捺你水 这个是一定的 那也是的 如果你说我借住给你 明知你跟着那里 整间跌了下来 你整个变成是大陆拿了你的 那你怎样还钱 你怎样追大陆给钱 换句话说我们债仔 我要保护债仔 是否这样的意思 实际上这个法案 开始大陆是看得很重的 甚至放出声来说 如果是原装 按着原装通过 秦刚就要回北京 就是说大使就暂时要撤离 未至于港级 起码我先带来 一定是 你实际上 你一个中的原则都没有了 我还在那里有什么意思呢 就变成 未来 在这个问题上 我觉得就是 沙利文 因为沙利文一直主张 中美关系始终要有一个湖南 在这里 不要去到最后的界线 因为他 要拿回美国的最大利益 国会越反华越激越好 在这种状况下 变成沙利文 踩了一下刹车 压低了一下 未来 这个中美关系到底怎么行呢 其实 因为前景是 是的 我是很悲观 我觉得这样 为什么用五年 不是因为那个时间 而是 下一任美国总统上一任 你要给他几年时间 他可能大家升级升级升级 去到什么位置呢 又下一任 蔡英文走了 换了谁上来呢 不知道 会不会又去到一个位置 又大家逼近红线呢 逼近红线的时候 会不会动手呢 那五年时间 就是代表中国 可以准备多少 因为大家都很清楚 陆军不起作用 而是在美国方面来说 你一放陆军在那里 就立即打了 不用说了 你一定是 海军和空军 海军都问水 因为你有东风 你分分钟 我打沉你两枪 你都要退走 唯一就是空军 空军有一个很有趣的地方 就是说你有多少导弹 记住一件事 中国有红旗9 地对空导弹 250公里 如果美国的军机 从日本 在另外那边兜过来 他不经过你 你都没法攻打他 因为你在沿岸那里 你不够远 你不要说俄国那些 S-400那些 还更加短一点 你一定是靠 南上的 南对空的导弹 飞机的导弹 首先第一件事就是 你见得到 S-400 隐形战机 你见得到 就打得低它 你见不到 就飞到迈来 这就是未来五年 中国要做得最好的事 最紧张的事 第二 你够不够导弹呢 有个很有趣的数字 说回原来 俄国打乌克兰 平均到今天为止 平均每日 19枚导弹发射 美国打阿富汗 平均每日 22枚导弹 当然包括什么导弹都有 反下坦都有 但我们现在说的 基本上都是空对空 南对空 或者受着地对空的导弹 如果你这样看的时候 美国有数以千架的战机 飞过来 大家不要想像第二次世界大战 飞来就200架300架 可能一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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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单说 如果你说 一架飞机我见到你 我发射三枚导弹 去攻击你 对 如果你一天 有200次飞机过来 我怎样要600 比起俄国现在 在乌克兰要的 即打到十几枚的 多很多 钱贵不贵? 贵 飞机贵不贵? 贵 但是 你不够数量 你就没得打 但是 你可否说我完全拿去打 不行 因为你都要保护自己 你还要害怕别人来攻击大陆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有五年时间 增加你的导弹处备 才可以打这场仗 我觉得 一定是 第二 另外一件事就是 雷达上 我怎样破解你的隐形战机 我看到你 你即是死了 现在空战是超视它 眼睛看不到 但是雷达看到 超视它 你先说 俄罗斯 普京 近日也开了一个国防工业会议 专门去督促 它的后面的导弹 所有的军器的生产 先说回导弹的消耗 不管是美国打阿弦海好 俄罗斯现在好 每天10亿美元 最少10亿美元 俄军一年的军费 都是600多亿 你计算10亿美元 打10天就是100亿 很贵 一个月就花光了 我估计现在美国 军火已经大量 全部去到乌克兰 他也可能问问自己 我是否可以在这个时候 跟中国发生战争 如果是大家都希望 我们以后几年时间 处理军备 所以我们在说五年 可能是很合情合理下 说这个日子出来 是否呢 当然不知道 五年内不打就可能不用打 因为中国太强大 五年内不打就第六年可能打 那是否呢 大家都不希望有战争发生 但是无论如何 美国是中国的敌人 已经美国佬摆到明了 现在我每次都截着你 那什么时候去到一个 大家要两兵相接呢 不想见到 但是你一定要准备好你的工夫 我觉得 中国因为现在的工业 是全世界第一 最齐整的 工业能力是最强的 基建航母等等的称号 如果中的工业一旦进入战事体制 全部工厂开足来生产 不用了 用一半都够 用一半都够 一定赢 我们今天说到这里为止 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